今天我们去看看神秘的小木屋 我们从高级公寓朝着这个方向一直飞飞飞飞 然后用床调节进去 这个小木屋设置得非常隐蔽 是个躲避敌人和警察的好地方 或者用来当秘密基地 这里还有个地窖 我们下去看看 好阴森的感觉 好了,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明天见 别忘了点赞,关注哦 谢谢你们